國產疫苗都還沒做三期臨床試驗 政府緊急簽約 引發疑慮指揮中心澄清 這樣決策是兩害取其輕 但醫界這樣解釋 國產疫苗臨床實驗比他國晚一步 但指揮中心數據強調相對嚴謹 AZ疫苗一二期收納三千兩百二十人 莫德納第二期收納六百六十人 BNT第二期僅三百六十人 國內高端及聯亞疫苗第一期就逼近四千人 第二期也維持一定水準 國產疫苗三期並還沒有展開 那國內我只要是講說 我們做的二期 基本上是一個擴大型的二期 BNT疫苗級嬌生三期實驗 估計二零二三年四到五月完成 受試者約四萬四千人 莫德納早來約三萬人 預估明年十月完成 但以上三家是已經進入第三期 美國FDA才發EUA 台灣目前還在第二期 EUA已經備號 高端第三期還在評估 聯亞則不排除前往印度試驗 他們是在真實環境當中去比較 但是我們這個國產疫苗的二期的試驗 它只是在實驗室裡面去抽血 去檢驗這個血清當中抗體的消假的一個數值 第一個好處是說 那這些的廠商他就有這個在這裡面的研發的一個動機 另外一個我們也可以很及時的就取得最新產生出來的這些的疫苗 那這是在世界各國所通常經常使用的 指揮中心強調先簽約用意 而專家認為受試者一定要夠多才能抓出副作用 三期實驗以國際眼光來看一定得做 三星胡客強聯保台北報導